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简史 我们在学习某一项技术之前 我们最好对某一项技术进行历史的一些认识 以更好的去学习后面的内容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先来学习和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简史 那么在这里面才会分成两个部分去学习的 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先了解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第二个我们在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简史 也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那么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有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比较原始的阶段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 它的网络通常都叫做Appanet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单个的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实际上是1916年 1969年美国国防部所创建的一个小的网络 它初衷是为了将究竟的几个计算机可以连接起来 那么在当时这个计算机也比较稀缺 并且这个计算机也比较贵重 因此在那个时候 美国就发明了第一个网络 连接了他们仅有的几个计算机 那么在当时随着这个实践的推进 计算机逐渐进入了普通的家庭 在当时包括学校、研究所、实验室等等的都具备了这个拥有使用计算机的条件 因此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单个网络 Appanet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 这个时候计算机网络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形成了这个三级结构的互联网 那么这个三级结构的互联网呢 也是现代互联网的一个雏形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 这个网络也称之为这个互联网络 表示的是相互连接的意思 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 第二个阶段的互联网 就可以把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所、实验室都连接起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继续推进 计算机逐渐的普及全球 那么这个时候互联网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多层次ISP互联网 接下来我们也来通过一个图示 来理解这里面的时代的变迁 以及历史的演进 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个网络 Appanet 那么这一个网络呢 非常简单 主要是一些交换机 以及一些计算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计算机直接的通过这个连接交换机 就可以完成信息的交互了 并且在这个时候连接的计算机呢 也不多 那么这个就是Appanet当个网络 接着呢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这个三层结构的汇联网 三层结构呢 主要是有这个主杠网 然后呢是这个地区网 接着还有这个校园网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连接的是全美国主要的一些学校 研究所 实验室等等的一些主要的拥有计算机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主要的还是由这个美国去使用这个互联网的 接着呢就来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多ISP互联网 那么ISP是什么意思呢 ISP它指的是网络服务提供商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那么在中国呢 包括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等等的都是中国的著名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那么在这个阶段 多层次的ISP互联网呢 它的网络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首先呢 顶级的是这个主干ISP 这里面就包括了中国的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以及中国联通 那么在这里面主干的ISP 中国的主干ISP呢 可以连接美国的主干ISP 以及欧洲的 或者是澳洲的北美南美的 那么这些呢 是通过这个主干ISP连接起来的 这个呢 是这个地区ISP 那么关于这个地区ISP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的移动网络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叫做这个中国移动 那么在北京呢 可能叫做北京移动 在上海呢 可能叫做上海移动 在南京呢 可能叫做南京移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地区ISP 那么地区ISP呢 主要的负责的就是 地区的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 然后呢 对于地区ISP呢 就可以连接一些公司 或者是校园 或者是家庭 以及等等的一些 需要网络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地区ISP 那么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呢 全球的互联网 才真正的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网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网站 来了解 现代国际互联网的主要线路 拿到浏览器 那么这个地址呢 可以提供单情的 全世界的一些主要网络 主干网络的一些线路 这里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中国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的网络的出口呢 有这个广东的出口 福建的出口 以及上海这个区域的出口 那么他们的连接呢 是通过这个海底电缆 来连接不同的区域 比如说这里面通过海底电缆 连接日本 连接美国的西海岸 然后呢 这边美国的西海岸呢 也通过这个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连接欧洲的主要线路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当前全球的主要的 主干网络的一些连接 这里面还有包括非洲的 南美的 那么包括这些大洲呢 都有这些海底电缆 把全球的网络给连接起来 那么这一个也是得益于 我们互联网的发展 才使得我们的全球的信息 可以互通起来 好的 回到PPT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了解了这个 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历史呢 它的起步晚于美国 因为呢 美国当时呢 还是属于这个科技的巨头 那么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 其实也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的 那么最早的阶段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这个进行互联网的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 是从1980年开始的 那么在当时呢 主要是由这个中国的铁道部 来进行这个互联网的实验的 那么实验呢 进行到1989年呢 我们就建立了第一个公共网络 并且可以运行起来 那么在当时呢 包括公安 银行 军队等等呢 都建立起来了 属于他们自己的互联网 那么接着呢 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是这个1994年 1994年呢 我们的中国互联网就介入了国际互联网 实现了这个国际信息的互通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互联网的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 1980年 第二个阶段 1989年 第三个阶段 1994年 这三个年份呢 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么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呢 我们中国呢 也建立了多个公用的计算机网络 可以进行国际的信息交换 这其中呢 有五个公共网络是规模最大的 那么第一个呢 是这个中国电信互联网 Chinanet 第二个呢 是这个中国联通的互联网 叫做Unionnet 还有就是中国移动的互联网 然后是这个中国教育与这个科研计算机网 还有这个中国科学技术网 那么这五个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五个 公用的计算机网络 那么我们出国的流量呢 主要也是通过这五个网络 来进行国外的信息的访问的 如果说我们需要访问 美国的某个网站 那么我们访问的流量呢 可能就通过这里面的五个网络去 进行这个信息的转发来到美国 那么除了国家科研技术的参与呢 我们民间企业呢 也对这个互联网贡献很大 这其中就有一些我们知名的企业家 包括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张朝阳 那么他在1996年呢 就创建了这个搜狐 那么搜狐呢 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门户网站 其次1997年呢 丁磊创建了网易 还有我们熟知的1998年 王志东创建了新浪 1998年马化腾和张志东 创建了这个腾讯 以及99年马云创建了阿里巴巴 还有2000年李彦宏创建了百度 那么这些四季呢 也是推动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 包括在今天呢 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 以及互联网的发展的信息 都来自于这里面的一些企业 那么这些企业呢 实际上也是推动了 我们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的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有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主要都是发生在这个美国 那么第三个阶段 才是我们的万维网 把全球的范围的网络都连接起来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呢 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展史 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年份 分别是1980年 我们进行了这个互联网的实验 1989年 我们第一个国内的互联网诞生 1994年 我们接上了国际互联网 那么这三个时间节点呢 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 重要的节点 除此以外 我们还了解了一些企业家 那么这些企业家呢 也是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些企业家呢 就是这些企业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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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族